你进来了以后呢 一定要先到这个地方 凭这个门票 就可以兑换这个入场的蓝色手环 还可以领到红包 然后还没完 就要得到这个队伍的最后面 要排队准备要入座了 3000多名韩粉等着进场的队伍 几乎看不到镜头 请大家等一下安守秩序 照秩序进场 我们都是韩粉 我们给韩智商一个surprise 我们戏骨是这么的守规矩 沿路志工不仅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 告示牌上也不断提醒 韩国瑜要来演讲 也是他此行美国行的最大场 但最厉害的是这么多人 秩序却非常好 不像洛杉矶和波士顿 都发生现场挤爆的状况 韩粉们也依序排队进行安检 谁的手机啊 谁的手机啊 韩粉们乖乖进入安检门 已规定把包包打开 但没想到居然有人 可能是太兴奋入场 居然连自己的随身物品都给忘了 赶紧跑回来拿 因为人太多 就怕抢不到好位置 还有亚特兰大来的侨胞 前一天就来细鼓standby 为了支持韩国瑜选总统 我们早上去参加加分节的 就过来了 对对对 就排到第一位 我带了三部巴士过来 我看距离晚会 晚上演讲时间 还有三个多小时 你们这么早就来排队 对啊 我们一点钟就过来了 韩国瑜访美的压轴行程 侨胞热情到场支持 3000人演讲场大爆满 都想争赌韩国瑜风采 记者美国综合报道